六十四歲 奧斯卡影帝凱文史貝希 被控性侵害四名男子 身陷官司長達六年 倫敦法院宣判 九項性侵指控均無罪 讓凱文史貝希當庭落淚 美國舉行優服聽證會 三位前軍官上國會作證 表示親眼看到不明空中現象 認為對國安有威脅 政府長期以來對大眾隱瞞 要求政府資訊更透明 通用現代汽車 本田兵士等七間汽車大廠 將成立新集團 在美國提供電動車充電服務 等同向特斯拉發出戰帖 北韓慶祝韓戰結束 七十週年勝利日 中國派出2019年以來最高層級代表團 俄羅斯則由國防部長率團出訪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親自接見 掌權38年的柬埔寨總理洪森 突然宣布下個月下台 將把總理大衛移交給兒子洪瑪內 強調未來的內閣成員 大部分將由年輕一代擔任 歡迎來到Focus全球新聞 同條我們要看的是 美國果然又升息了 雖然現實上是美國的通膨 已經大幅降溫 在六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放緩到3% 是兩年新低 但是週三利率會議落幕之後 聯準會主席鮑爾依舊宣布升息一息 那麼這也將基準利率推上了22年的新高 鮑爾緊接著表示 今年是不會降息了 就連會不會在九月份繼續調升利率 其實聯準會也與待保留 意思是不無可能 來關注一下美國現在的高利率 休賓一個多月後 美國聯準會再按下升息鍵 週三聯準會主席鮑爾宣布了17個月以來的 第11度升息 將基準利率推上5.25%到5.5%的區間 創下2001年以來最高水準 鮑爾不只保留後續調升的空間 更交習市場對於今年降息的期望 鮑爾也認為聯準會能夠在不出現 嚴重衰退的情況下降低通膨 美國經濟數據的韌性有多大 看看最近期的美國六月通膨 已經大幅放緩到百分之三 創下兩年來的最慢增速 對比去年六月還高居四十年新高的百分之九 聯準會目前仍認為經濟成長速度太快 生怕回不去通膨目標 住院市場還依舊火熱 成了聯準會無法收手的原因 加上失業率還處在歷史低點 這本該是令人慶幸的數字 在此刻成了阻礙 聯準會的利率決策 無論是暗命不動還是繼續調升 債務人都將是受衝擊最大的一群 從車貸 學貸 信用卡利息 以及正在申辦房貸的購物一族 尤其美國三十年起抵押貸款利率 自六月以來就持續處在近百分之七的高位 讓最新出爐的美國六月新屋銷售 比前一個月下滑了百分之二點五 顯示購屋民眾越來越重視 有沒有負擔的能力 然而屋主們的壓力還不止如此 威斯康星州中部這座城鎮 最近打算讓居民自行負擔 入單的使用費 依據住宅工業和商業用地 來共同分攤一年約二十五萬美元的 錄登電費 週四 美國商務部就要公布 全美第二季GDP的首次預估 市場普遍認為會溫和成長 再加上聯準會的升息宣言符合預期 帶動週四的亞洲股市幾乎全面收高 週三的美股除了要消化聯準會的決策 還頻頻接招重量級企業財報 三大指數在多空消息交錯下 中場幾乎持平 臉書母公司Meta預測第三季營收優於預期 帶動盤後股價上漲百分之一點四 谷歌母公司Alphabet收回於廣告收入反彈 第二季財報超越分析師預期 激勵股價大漲百分之五點五 飛機製造大廠波音也傳出捷報 在產量增加帶動交貨量提升後 第二季業績超出預期 股價衝上十八個月新高 波音宣布捐出近一百萬美元的獎學金 以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人來當機師 目前在美國高達95.7%的職業機師都是白人 並且九成都是男性 TVH先生有報導 好 來看電動車的龍頭特斯拉 它在美國銷售占比超過六成 北美電動充電服務市場 幾乎就是特斯拉爭霸 現在團結力量大 有七家汽車大廠 包括通用本田Benz宣布成立新集團 他們要花至少10億美金 在美國主要的城市和高速公路 安裝3萬個充電站 首批明年年中就要啟用了 當然離電池的安全問題一直引發關注 紐約市上半年發生100起以上的電池爆炸意外 造成13個人喪命 七大汽車巨頭週三宣布結盟挑戰特斯拉 要讓全國電動快充站的數量增加將近一倍 以解決民眾猶豫購買電動車的主因 這些車廠包括通用現代本田賓市 奇亞、B&W和斯特蘭蒂斯集團 將合資至少10億美元先從美國主要城市和沿線高速公路開始 搭造類似加油站的設施 除了將支援兩種快充系統 還會有廁所、零售等服務 預計第一輪最快在明年中啟用 這些車廠大約佔美國汽車銷量的一半 但在特斯拉城把的電動車市場只佔一小部分 拜登政府計畫在2030年前安裝50萬個充電樁 對此發展樂見齊成 氣候變遷日益嚴峻 推動電動車發展是各國共識 但只要有輪胎 污染源就會持續存在 其中電動車又比燃油車更重 反而製造更多微塑膠污染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加州一間輪胎公司推出一款不用充氣的新輪胎 聲稱比傳統橡膠輪胎更輕更耐用 而且環境友善 這種無氣輪胎最先是由NASA為了在月球表面移動所研發 以記憶合金設計成彈性的網狀結構 既不會爆胎也沒有胎壓不足的疑慮 這種無氣輪胎最先是由NASA為了在月球表面移動所研發 業者預計最快明年春天就能推出第一款無氣腳踏車輪胎 並且表示全球已有數萬人加入等候名單 電動腳踏車越來越普及 光是在紐約市就估計有6.5萬人在使用 而且人數還在持續增加 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外送業者 不過市面上產品品質層次不齊 意外事件也隨之增加 根據最新統計紐約今年上半年 就發生超過100起鋰電池引發的火災 造成13人死亡是去年的兩倍以上 當中中國製造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鋰電池引發關注 本週紐約市消防局局長將赴華府呼籲制定全國層面的法律 而紐約也將從九月開始要求銷售的電動腳踏車 都必須先獲得獨立安全測試公司的認證 近年來電動代步車越來越普及 相關法規配套也得更完善 TVB新聞總和報導 今天是韓戰停戰70年的紀念 北韓大動作邀請當年曾經參與協助參戰的 俄羅斯和中國共同參與紀念活動 一方面是藉著這個70年的慶祝大秀京士肌肉 另外一方面要向外面世界展示 中俄北韓有緊密的同盟關係 俄羅斯是派出了房長邵一谷 而中國則派出了副國籍的高官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率團訪問北韓 成為北韓因為疫情閉鎖三年後第一次到訪的外賓 曾經令北韓與中俄三國高達60萬士兵死亡或失蹤 上百萬北韓平民喪生的韓戰 在70年前的7月27號終於達成停戰協定 結束森林塗炭的連天烽火 70年後包括俄羅斯房長邵一谷 與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所帶領的訪問團 先後踏上北韓土地 成為北韓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 閉關鎖國之後 首批正式到訪的外賓 邵一谷親自走訪平壤當地象徵兩國友好的解放塔 向戰死的前蘇聯軍人獻花圈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也在週年紀念前夕 親父平壤與平安南道兩處烈士陵園 悼念陣亡的北韓官兵與解放軍 並向毛澤東的兒子毛岸櫻木獻上花束 但轉頭回到平壤 金正恩就在中俄兩國外賓陪伴下 共同出席北韓當局 把停戰協定紀念當作自家戰勝節的盛大慶祝活動 完全無視百萬人民與士兵 在戰爭中淪為枯骨 南韓學者根據衛星圖像分析彩排情況 推估這場慶祝活動不但可能從27號凌晨展開 還將會有夜間閱兵與大型煙火和飛行表演 北韓當局今年大動作邀請俄羅斯與中國代表團觀禮 分析認為金正恩借機向好Margiment展現自家核武肌肉 同時塑造中俄北韓三國結盟的態勢向對手示威 從北韓官方報導也可以看到 金正恩在週三已經帶著少一股率領的俄羅斯軍方代表團 參觀在平壤舉行的2023年武器裝備展覽會 秀出包括無人機與洲際彈道飛彈等武器 諷刺的是北韓所展示的這些彈道飛彈 全都是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所禁止的對象 而當初包括俄羅斯和中國都曾經對決議投下贊成票 即使親眼目睹北韓違反了自家在聯合國安理會 所通過的決議 少一股依然樂於與金正恩展開親密會談 還轉交了俄羅斯總統普欽的親比性 從兩人笑得眯成兩條線的眼睛 不難看出會談氣氛的愉快 北京當局同樣記著停戰70週年紀念 表明要讓兩國關係向前推進的意願 這回又派出副國級領導人率團訪問北韓 學者推測若唐州亞運 北韓派團回訪 很可能代表兩國恢復因疫情中斷的高層穿梭外交 與北韓當局歡心鼓舞的慶祝不同 當年在戰場上也失去25萬條青春生命的南韓 一方面向逝去親友獻上悼念 一方面也致力讓戰爭中失蹤的官兵 遺孩能夠返回故鄉 當年韓戰曾經有21國的官兵加入聯合國部隊協助南韓參戰 但三年戰爭下來光是美國就仍有7000多名官兵至今仍下落不明 至於70年後選擇越界叛逃北韓的23歲美國駐韓大兵崔維金斯 如今同樣音訊全無 但勢必會成為美國與北韓在外交角力上無法迴避的問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一起之後中國大陸經濟複素的情況很不理想 在擔憂未來的前景之下 民眾開始轉向避險基金 今年國際金價走高 5月份每盎司一度突破2000美元 中國大陸的消費者搶高價買進 而代購黃金現在是很夯的市場 深存的黃金批發市場銷售火熱 明年應景的生肖龍年的金市 現在提前就上市了 深圳水背的黃金批發市場湧盡夠驚人潮 今年上半年國際金價走高 5月初一度達到每盎司2081美元 向來走高搶劲的大陸消費者趨之若鶴 天然的話得有一百多人吧 現在金價漲了嗎 有些人可能覺得 金價是不是還要漲啊 我要趕緊先買一點先存著 麻的啊 沒空吃飯啊 大概就五六千塊錢吧 要回老家看看家人 然後順便帶個禮物吧 這個保值嘛 除了投資者買金條金塊 沒辦法一次有大筆預算的 大陸一般民眾想搭黃金熱 更喜歡購買黃金飾品 金項鍊 手環和戒指等 成了熱銷品項 今天是458 就是這種5G工藝的一些 就是這種款式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這邊 水杯這邊是最新的 它更新的特別快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看準批發 賺價差 從事黃金代購的人 也越來越多 和我一趟就能收獲人民幣幾萬 反正來一趟能賺幾萬塊錢吧 就是朋友圈轉發 然後有需要的就幫他們帶 然後又遊走 來一趟差不多有二三十件吧應該 以往大陸六月七月 因為節慶少 並非黃金的銷售旺季 但現在黃金銷售顯然跳脫 但無旺季之分 市場分析跟大陸民眾 對於經濟前景擔憂上升 儲蓄意願增強也有關聯 這波黃金熱還讓應景的生肖金市 提前上市 很多品牌在十月份就開始了 整個下一個生肖年度的產品宣傳 那我們上游更要早一些 其實今年七月份的預期 就我們公司來看 已經超過了去年 大概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一個 同比增長 距離下個農曆新年 還有一段時間 生肖龍造型的金市已經買得到 背後生產工廠 更是提前備貨感知 現在我們每天的備料的話 比七月初有增加一倍 大概這樣的一個量 四十多公斤吧每天 接下來我覺得就是 可能會在這個技術上 可能會翻倍的 因為訂單持續增加 在深圳的這個黃金加工廠 三百多名工人 預計到八月中旬 每天至少要加班到晚上十點 八月份肯定會來批量的一個大單 再加上九月份深圳那個珠寶展 有各大那個品牌客戶都會有提前 下一代單備一些貨 那麼我們現在已經慢慢有感覺到 就是說生意慢慢忙起來了 根據大陸黃金協會數據 大陸今年上半年黃金產銷雙雙增長 其中黃金消費量同比增長超過16% 而除了黃金之外珠寶類銷售也走深 尤其是珍珠受到部分產區減產 網路直播助推造成今年珍珠熱賣 比如說12到13的那個珠子嘛 去年的四五千都能買到很好的了 今年的話你好的話 基本上一顆都有三萬 雖然不比黃金有投資價值 不過珍珠裝飾性更受到年輕人喜愛 兩千以內吧 看它的色澤光澤度 然後就開款式吧 幾百到一兩千塊錢 這樣子的產品走的會比較好 今年雖然說很累 但是我相信我們包括我們的團隊 大家還是蠻有收穫的 這波珠寶黃金消費旺 在大陸經濟復甦不穩定 市場信心不足下 尋求避險資產情況更加突現 TPBS新聞綜合報導 一會來繼續Focus 亞洲在位最久的領導人 柬埔寨總理洪森宣布自己要下台了 由他的兒子 現任柬埔寨的陸軍司令馬洪內接任 洪森長達38年的統治正式結束 其實上個週末柬埔寨舉行大選 洪森領導的執政黨拿下了九成六的席次 不過他選前用的各種辦法 讓反對黨無法參選 西方認為既不自由也不民主 洪森是在柬埔寨長年內戰之後 建立了和平穩定 但是也扼殺民主 柬埔寨這幾年跟北京走得非常近 接下來柬埔寨政府將邁向世代交替 大部分的內閣職位會由年輕人接手 掌權近四十年的柬埔寨強人總理洪森 二十六號在全國電視演說中宣布辭職 下個月將把權力交棒給長子洪馬內 七十歲的洪森是亞洲在位最久的領導人 不過幾天前他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黨才在大選中 贏得下議院國民議會一百二十五席中一百二十席 不過這場大選遭批空有民主框架 因為反對黨都被排除在外 一年半前洪森指定兒子為接班人 這回洪馬內也首次出馬競選 贏得代表首都金邊的一席 似乎讓洪森認為總理世席或一般民眾認可 洪森說自己必須犧牲放棄權利是時候讓年輕一代領導人接棒 洪馬內將在八月十號獲王室批准二十二號宣室就職 不過洪森並不會就這樣退下 他將繼續任執政黨黨魁 明年也有意就任參議院議長 曾經是柬埔寨共產黨 也就是斥檢遊擊隊軍官的洪森 在美國和西方施壓民主化下 漸漸向中國靠攏 不過洪森執政三十八年成功建立和平 也把柬埔寨提升到中等收入地位 改善醫療 教育和基礎建設 而四十五歲的準總理洪馬內 受的則是西方教育 十八歲就讀美國西點軍校 是第一位從西點畢業的柬埔寨人 二零零二年取得紐約大學經濟學碩士 二零零八年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或經濟學博士 返國後被任命為 國家反恐特種部隊司令 現在洪馬內是柬埔寨王家軍副總司令 兼陸軍司令 也是執政黨青年工作組組長 但卻鮮少接受媒體訪問 他對柬埔寨和一千六百萬人民的願景 是什麼 外界幾乎無從得知 就算在造勢場合 紅馬內大多也僅微笑揮手 不發表長篇演說 二零一五年他在澳洲媒體上曾說 柬埔寨必須不惜一切代價 維護和平穩定和安全 當外界關注紅馬內 是否會維持紅森的威權現狀 還是會走向自由化和西方民主 專家說不用抱太大期望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也曾留學瑞士 觀察家認為紅馬內在政策上 尤其是對外不會有任何立即的轉變 美國最感冒的就是中國參與柬埔寨 雲壤海軍基地的擴建工程 擔憂會讓北京在仙羅灣佔有重要戰略軍事前哨 但在紅森執政下 柬埔寨已成為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的東南亞國家 短期內這個大方向恐怕不會改變 TV新聞綜合報導 萬物這樣只有薪水不漲 所以基層勞工呢 在今年全球都吼出了希望加薪的新聲 日本最近展開每一年固定的最低時薪的薪資審議會 在這個最低時薪的薪資審議會的時候 老總代表緊抓的日本首相所喊出的 這個1000元的這個說法 因此當政府和勞方共同討論 新年度的起薪標準的時候 日向的這句實現千元起薪 老總就說希望把最低時薪 從目前的961日元 一口氣就調到了首相心心念念的1000日元 但日本的中小企業很多 他們恐怕沒有辦法負擔這個最低時薪 周五必須不斷地協商 然後儘快地達成勞資之間的共識 夜空中燦爛的煙火是日本夏季的豐霧師 然而美好的傳統型俗終究難抵現實 萬物齊漲花火節比往常更花錢 以西日本最大規模的島根縣松江水香劑為例 火藥 維安等費用大幅點高成本 今年的祭典花費 預估要多出3000萬日元 日本夏天必備的啤酒花園 同樣擋不住通通公事 啤酒 食材 雇員 整個會場目光所及之處都是成本壓力 主要講的原価的品質 精革 消費中華 一旦市長 受賞去期間 高价时代没有一样东西是便宜的 除了身价 当吃饱穿暖变成奢望时 哪还有精力谈追求成就 小老百姓对于加薪的渴求 反映在今年日本的最丁时薪省议会 日本政府每年固定与劳方共同协商 定定新年度的最低薪资 物价高速攀升 今年谈判桌上 劳工总会抓着首相挂在嘴上的 千元支票 要求全国平均最低时薪上调至一千日元 最低时薪一千日元是什么概念 劳工总会今年一月试算 二十五岁单身人士 若想维持最低限度生活 实薪必须在一千四百零七 至一千七百七十二日元之间 意味着起薪一千 还是让人着惊见走 最低薪金 根据后生劳动省调查 去除制度面 单就金额比较 日本起薪在先进国家中 算得上是净赔莫作 虽然近十年来 最低薪资持续上调 去年度更是创下最大调幅 但今年难再得再创新高 中小企业爱红遍野 金融界表示 对于整体经济稳定运作 企业持续的为员工加薪 相当关键 然而中小企业的力不从心 则需要政府以肩挑起重担 提供必要支援 以实现流畅的涨价与涨薪 创造多盈局面 天月新闻纵报道 今天的人物两位都跟明星有关 一个是纵横歌坛流行乐坛 一个是纵横影坛 首先来看的是促世的歌手欧康诺 这个80年代末期颠覆西洋乐坛的 就是他 他是出生爱尔兰的知名歌手 辛尼欧康诺 26号家人证实他已经过世 但是死因到现在未明 他享年56岁 外界一测 欧康诺长期饱受精神疾病所苦 去年他17岁的儿子亲生 让他病况加重 入院治疗 在他出道的时候 是一头短到不行 接近光头的造型亮相 在80年代相当叛逆 他有双空灵的大眼睛 精致五官像洋娃娃一样 配合他的光头 形成了一种印象深刻的张力 而他唱的是爆发力十足的 摇滚曲风 他翻唱夕阳流行歌手王子的歌曲 登上了深涯巅峰 而个性一直感动感言 使他始终不被当时的社会普遍接受 欧康诺去世了 让很多院迷感叹他的一生 充满了冲突和矛盾 画下句点 爆发力十足的嗓音 美丽的大眼睛 和洋娃娃般的精致轮廓 却顶着一头叛逆的超短法 爱尔兰歌手悉尼欧康诺 1980年代末期出道 烟覆了人们对女性歌手的刻板印象 1990年专辑中翻唱 Prince王子的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让欧康诺瞬间站上 生涯巅峰 货班当年的MTV音乐录影带大奖 隔年被滚石杂志评为年度艺人 更凭借这首歌集专辑 获得了四项葛莱美提名 不过他的争议严刑也就此展开 1992年上美国NBC电视台节目 周六夜现场当众撕毁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照片 表达他对天主教教会 性侵未成年的愤怒 一切透过现场直播 引起舆论反弹 除了被NBC列为黑名单艺人 事发两周后 他受邀在麦迪逊广场 担任鲍勃迪伦 30周年纪念演唱会嘉宾 台下激烈的嘘声让他唱不下去 从那时候开始 悉尼欧康诺成了特定人士 妖魔化的对象 遭到强烈抵制和死亡威胁 但他从不退缩 但后来我朋友和我的家 就开始说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应该让这些 让我让我创业 在某种程度上 我想要做什么美丽 心尼欧康诺的父母 在他八岁时离异 母亲酗酒 长期对他施暴 甚至信念 他青少年时期 改跟父亲同住 但个性扭曲叛逆的他 一度被送进赶花园 父亲忍痛 将他送到寄宿学校 兄弟给了他一把吉他 介绍老师 让他从此开启音乐之路 才华洋溢 用歌曲阐述自己的人生观 有过四段婚姻 生了四个小孩 不断与前夫打监护权官司 让悉尼欧康诺的一生 几乎都是八卦小BO的追逐焦点 承受庞大的公众压力 让他曾在耶路撒冷寻回表演时 因为被摄影师跟拍 让他突然情绪失控 攻击对方 个性敢怒敢言 曾批评YouTube乐团的音乐浮夸 还杠上美国乐坛小天后卖力 要对方别被音乐界塑造成性玩物 双方还因此在网路上爆发口水战 美国流行歌手王子过世时 他突然爆料 称美国喜剧演员霍尔 曾为王子提供毒品 不过这些言论 让他走到哪都被头以异样眼光 长期饱受创伤压力症候群 忧郁症折磨 让悉尼欧康诺从90年代末期开始 多次传出轻声未遂的消息 2018年51岁的他决定归依伊斯兰教 戴上头巾遮住了标志性的光头 改名为舒哈达萨达卡特 2022年 辛尼欧康诺的儿子尚恩结束自己的生命 让他心急迅速恶化 停止一切表演工作入院治疗 他的家人26号发出声明 证实他已经过世 但没有说明死因 透过音乐发声和反抗 辛尼欧康诺用尽一声努力 治疗他童年的创伤 而他留下的音乐 为更多人带来勇气和启发 TBS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一位今天的focus人物 是64岁 曾经得到奥斯卡影帝的凯文史贝西 这六年他都转换成一个形象 那就是性侵害加害者 官司残身 他的演艺事业这六年完全停摆 而16号伦敦法院宣判 针对他的九项性侵指控 全部不成立 也就是他重获无罪之身 凯文史贝西是舞台剧起步 他在1991年就拿下了通尼奖 当时是最佳舞台剧的男配角 到了95年之后 他以新黑色的犯罪惊悚片 叫做刺激惊爆点 得到第一个奥斯卡奖 是最佳男配 在1999年的时候 他演出了电影《美国星》 《玫瑰琴》 这是一个中年危机的题材 为他夺得第一作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他留下很多知名作品 像是《火线追气令》 《让爱传出去》 《音乐传记片》 《飞跃情海》等 都快智人口 在2013年开始 凯文史贝西又达到 另外一个演出的高峰 他演出了《纸牌屋》 获得金球奖 电视戏剧类最佳男主角 这时候他演艺事业再创巅峰 但是六年前 包括了男演员安东尼瑞普 出面指控凯文史贝西 曾经性侵 之后有很多人都跟他一样 指控凯文史贝西 不是性侵 就是性骚 那时候新一季的纸牌屋 就全面停拍 而整个性丑文案 让他所有事业停摆 今天英国伦敦法院宣派 九项性侵指控 全部不成立 让64岁的凯文史贝西 当场落泪 他六年来历经了 身败名裂 会不会止损翻身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莱坞影星凯文史贝西 布出伦敦南华克刑事法院 接下来这段独白 可能是今年饱受性丑文指控的他 最想让观众看到的 64岁生日这天 英国法院判定 他身背的九项性遭与性侵指控 都不成立 但我愿意说 我非常感谢 为了军事 为了拥有时间 地探索 所有的证明 及所有的事业 并且准备 他们达到这份裁判 我感谢 今天 Kevin Spacey 会会很严重 会会很激烈 究竟会谦卑反省 还是喜不自生 凯文什贝希六年来 因为各种性丑闻官司缠身 被欧美大小片商 视为拒绝往来户 7月26日在伦敦法院内 陪审团历经12小时讨论 判决9项罪名皆不成立 据说凯文什贝希 当庭百感交集哭了 但就算顺利付出 也难以洗去 一连串性丑闻留下的污点记忆 从美国舞台剧 与百老汇演出中 发迹的凯文什贝希 2004至2013年期间 受邀担任英国伦敦 老维克剧场艺术总监 但2022年5月 英国检方指控 他在英任职期间 对至少四名男子 性骚扰与性侵 究竟是权势性侵 还是合议性行为 类似指控 其实2017年就在美国发声 美国演员安东尼瑞普 2017年指控凯文什贝希 在他还是百老汇 舞台剧的少年演员期间 邀请他到曼哈顿住宅 参加派对 借机飞礼 安东尼瑞普说 事后他一度逃入浴室 但事过30年 人证物证都已难寻找 凯文什贝希 获判无罪 但事后却表示 抱歉让这事跟随对方多年 宣称30年前的事已记不清楚 但在同篇脸书贴文中 也宣布出柜 但指控他性骚或性侵的男子 不止一位 还横跨欧美 从按摩师 实习生 工作人员 演员 导演 记者 甚至挪威国王的前女婿 问题是法律要求证据 MeToo指控者 若当场没有收集足够证据 走法律途径要赢 颇有难度 尽管凯文什贝希被批评 利用出柜模糊焦点 想变成是合议性行为 来掩盖权势性侵 但如今他又在英国法律战中 再生一次成功复出似乎只日可待 尽管失去太多演出机会 但如今六年来的身败 名列可望止损 凡神有希望 MeToo案件若当场无法保存证据 或以时日久远 在各国走法律途径 提告者都不一定有胜算 相较于知名制片人 哈维温斯坦 或是在家暴官司中 挣扎惨胜的隐心强益代谱 只能说凯文什贝希 在法庭上的运气 好的太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究竟有没有外星人 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答案的永恒好奇 但美国众院周三举行了一个 幽浮听证会 挤满了旁听席 出席的证人是两个前海军战机的架驶 和一个前情报官员 他们证实在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 常常在海上或是空中发现不明物体 而且速度之快 违及了美军的飞行安全 三个吹哨人一致认为 这些不明为飞行物体所展现的科技 远远超过我们人类 作证的情报官员透露 其实美国从30年代左右 就一直搜集不明飞行器的残骸 企图重建 或者进行逆向工程 那议员问 到底政府有没有拥有外星人遗体的时候 他的回答是没有亲眼见过 美国国会大厦周三特别热闹 民众在长廊上排了长长的队伍 气氛就像是要进场看电影一样 他们是来旁听幽浮听证会 盼望今天就能知道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美国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 周三举行幽浮听证会 两名前海军战机飞行员 和一名前海军情报官员 到国会作证 议员们想要了解 政府是否对大众隐瞒 有幽浮的事实 三位吹哨人一致给了肯定的答案 美国国防部在4月共发现了650起 无法解释异常现象 听证会还播放了多架战机 拍摄到疑似不明飞行物体的影像 有亲身经历的前站机驾驶表示 这并不罕见 不明物体甚至是例行的出现 两名驾驶透露 他们所遇到的不明飞行物体 已经对飞行任务造成威胁 例如快速地从并列的战机中间穿过 空中或海上都常出现不明物体 两位战机驾驶一致相信 这些物体展现的科技能力 远在人类现代科技之上 前海军情报官员格鲁奇透露 美国政府大概从1920到1930年代开始 就一直在搜集和研究 不明飞行器的残骸 并试图重建和进行逆向工程 议员立刻追问他是否看过外星人的遗体 在国会的压力下 国防部和情报机构集合了数百份 无法解释现象的报告 最后做出的结论是 大部分的现象都是空中垃圾 中国间谍气球 或是气象侦测设备所导致 没有影像或物体能够证实外星人造访地球 美国政府嘴巴上不承认 但行动却骗不了人 国家航空建太空总署NASA 在1997年发射无人太空船航海家一号到太阳系 舱内就摆放了一张金唱片 里面录制了地球的简介 世界各种语言的问候语 还有地球的坐标位置 他们假设会有外星生物捡到唱片 然后借此了解地球 周四NASA将这张金唱片的存档录音带 公开竞标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下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